真的把大家急壞了 这名86岁老翁 虚弱的坐着 手上拿着矿泉水猛罐 他满脸惊恐 因为已经在杂草堆里 躺了一天一夜 这上吹到就好了 好 想玩一下 我腿都吊胸 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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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岁老翁几乎说不出话 搜救人员让他休息一下 接着用担架将老翁送医 他失踪一整天 锦销出动50人找他都找不到 最后他其实就躺在 不远处的草丛里 然后叫我 然后有听到他声音 他叫我 你说那个存在叫你 他听到你的声音 然后他声音很虚弱 这名住在高雄骑山的老翁 25号下午骑车出门 跟家人说要去田里看看 但直到太阳下山都没回家 家人只找到机车 却没看到人 接着锦销出动 还有搜救犬空拍机 大家沿着河床沿岸 就是找不到人 我们也搜索到凌晨 将近一点 才收队 那隔天早上 日出时间也就是六点 再继续开始搜寻 直到隔天下午 家人一边喊着老翁的名字 草丛突然有回应 而他失踪的地点 其实距离摩托车 只有100公尺 因为他迷路的走进来了 本来那边有一条路 要走出来的 后来他迷路了 离奇失踪又离奇出现 大家议论纷纷 不过家人说 老翁有失智症又重厅 可能为了找地瓜 才爬进草丛迷路 幸好找到了 虽然受到大惊吓 但人没事就好 记者金天鹤 SN小组高雄报道 beispielsweise 希望